今天上课 受表扬了 我需要设计SELTIC 作为一个企业 喂喂喂 Chris 我昨晚被拘捕 ABI拘捕我 因为我的业务联系 不,不,不,不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他们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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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家里 他们有什么 我可以做 ABI 会在20分钟 我问你 我问你 4月 你说我 你一直在做什么 我都想要 你做什么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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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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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 我认识 我认识 他們是來為所有的 他們是來為所有的 來吧, Chris 你必須忘記了 這就不說糟糕 現在這個時刻 是你應該想想想 什麼你會做 在這次50分鐘 什麼你會做 在這次50分鐘 他們會做一個肯定的 他們會來做一個肯定 他們會來做一個肯定 但他們可以做一個肯定 我需要一個肯定 名转业的鸡博士, 让他可以盈上Dump it on the open market, 泡它在open market 拿换得出身的费用, 哦快一点, 区别说, 做一次, 区别说, 这个事就行了 区别说, Thank you, Chris. I'm sorry. 今天星期三,陰天 好像是5月多少号了?5月10多号? 哎呦,忘了,5月19号 5月忘了,OK,待会再查一下 刚才路上一直在练 感觉比之前好了 但是就是读着读着 因为没有对方的反应 所以我就按我的情绪去走 虽然不一定很好 最好的是看着对方 根据对方的情绪来去调整 不一定是要这么激动 但是我自己练的话 我这段时间的练习是把发音练好一点 然后顺畅一点 但还是有一些,后面还是有一些问题 我需要做一个公司 带到这个公司 带到这个公司 然后他可以取得到 他的公司 带到这些公司 带到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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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it,應該還可以 I asked you four months about the shit going down here And you told me to shut the fuck up I asked you four months about the shit going down here And you told me to shut the fuck up And get ready to be a millionaire 這是絕絕 I asked you for months about the shit going down here and you told me to shut the fuck up and get ready to be a millionaire I learned how to fuck people out of demand Harry Bernard Just lost his life savings And he wasn't a whale He was just some poor schmuck And I took him I did everything that J.D. Marlon told me to do And I made up his mind for him We lie We liars They are coming for everyone They are coming for everything Come on Chris You need to forget about that It doesn't mean shit Right now This moment Is what you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next 15 minutes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next 15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next 15 minutes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next 15 minutes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next 15 minutes I said,慢点,慢点 Okay,我在同时也在练那个Beef的那一段 But then I met George And I thought Maybe Well, just maybe If we could take the best parts of him And the salvageable parts of me That we could make something nice And we did Junny is perfect So how lucky am I to have George, right? Why don't I would I throw that away? Is it just his relationship with me Gives you that? I think so Yeah Hey,Douglin Um Do you Do you really Think it's possible To Love someone Unconditional I想把它练好 然后练成变成我自己的 而不是在模仿 最近没什么戏拍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WGA的办公 所以Agent这边的 Audition是少了很多 可是 学生的片子也好像少了很多 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的话 我也是在 原来不太看那个backstage 然后昨天我去看了一下backstage 然后看到了一个短片 还挺 挺有挑战的 有很长的 就是一段独白 他自言自语在那里 他想自杀 在家里 等等等等 就一个人很 颓废很低落的时候 在自责 然后也在责备别人 就是有点发疯的 疯了的那种状态 然后后来遇到了有一个闯入者 一个盗贼 把他给吓了条 然后他跟盗贼又有一段对话 这短片看起来还不错 我还蛮想去试一下 但是蛮长的一段 那个英文的monologue 所以蛮大挑战的 但是我想还是想试一下 如果我成了的话 或者说OK Anyway我现在已经决定了 我就刚才那一秒钟我决定了 我要去参加这个audition 就算不成 没有关系 因为我就通过练这一段 我觉得对我帮助也会很大 比起我随便拿一段东西来练 没有目标 没有一个时间节点 没有一个dateline 更好 这个就有个时间限制 就二十四号 二十四号一定要交 一定要audition 所以的话我必须在这个之前去准备好 所以蛮好的 OK 确定了我要去准备 好了 今天 还在筛车 现在是九点半 应该差不多准时到达学校吧 待会再跟大家分享上完课的情况 拜拜 刚刚下课 在吃我 我儿子 那个早上的waffle 早上没吃 留在这 我现在捡了吃 一点二十了 今天上课 就要受表扬了 我属于是班里面的弱势 弱势群体嘛 弱势群体 对 弱势学生 英文不好 也不够大胆积极 唯独不一样的就是 我一直脑袋里想了太多东西 就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然后私校的话 当然是用过功 就也在努力的去学 但也是有限嘛 所以就为什么当有人夸奖和鼓励的时候 会有点不太确定 甚至不敢接受或者怀疑 对方是不是只是在奉承公围 或者是只是很友善的给我这些鼓励 但今天的话我他就 我不知道就是 就好像我在说话有点颠三倒四啊 我想讲的就是同样的感受在我平时做 audition的练习的时候 你总会想 你总会发现这一句 这一段 这一条不够好 然后马上想要做一个更好的 那接着又会出现别的一些问题 又不够好 要再来 总来来去去 就最后几十条下来 你还是觉得有哪些不够好 这是现实 你发现你确实也是清醒的 你能发现一开始的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了 但你会发现第二个问题 慢慢发现还是很多问题 但你毕竟经过了几十条几十个take 那你一定是锻炼到了 至少你不要说多生动 但至少你的muscle 你的肌肉就已经会灵活很多了 就好像跑步你跑多了 总是会身体上会更灵活一些嘛 所以的话就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我必定就来的路上也练了很多 然后平时也再有练一点 那今天虽然我上台跟同学演的时候 我是觉得好像还是 刚才上台之前想要提醒自己的东西 还是没有做好 但可能确实是比上回好了很多 所以老师就指出来这个就是哪里 就是还是做的挺好 然后同学也可能是还是感受到给予了这种肯定 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 我本来还觉得就是上台的时候 我想多认真地听我的partner的话 之前我觉得我是在听 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怎么听 还是没有认真听 没有把这个attention放在那里 那我上台之后好像感觉也忘掉了这些 所以的话他们夸奖我的时候我就很怀疑 我说是吗 我觉得还是没有啊 没做好 他说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然后我当然我想要这种积极正面的反馈 但是我确实不太敢不太相信自己 然后他说你确实有精力 就好像你要吃怎么 他问我你要怎么吃一头大象怎么吃 那我说一口一口吃 对他说没错 你这个你只能一口一口吃 你不可能一大口去吃掉 吞下这个大象 不可能 你得一点点来往前走 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确实你得坚持下来一点点的会有进步的 然后也会得到别人的肯定 别人的肯定和反馈到你自己的一个相信 还有就是今天的课的话 有一对同学是真正的开始了就是有了实物的道具 在做一些reality这样的加进了这个东西 那因为经过了这样的一个一个步骤 而且时间这么长 那还是确实是能他们演 他们在做的过程中 还是让很好的带动了我们进去他这个故事里面 但老师还是说要再简单一点 就是叫有些同学比如说手上的动作比较多的 直接叫他们把手插到裤兜里面 不要拿出来 就是还是剪剪剪把很多多余的东西都要剪掉 就是你的目的 你手上的包括有道具那些 你都不要变成是你非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你更重要的还是你这个话里面 这个角色里面 你想要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去说服对方 而且说服对方的话 不要有这种预设设定 因为你已经知道结果了 不要有这种预设 你还是让所有的东西 你去提问 你去问把这个事情都问出来 希望得到一些意外 而不是说你知道我这么说 就哪怕是一个问句 你也是知道下一句的故事 反过来就是哪怕不是问句 你也要用问的方式去得到对方的回答 就不要有期待 有个词也对我来说也是新词 我的词汇量确实很少 anticipate anticip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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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新词 然后还有下完课之后 同学也是鼓励了我说 今天你是做的最好的在相比之前 然后他说 他说因为你earnest you earnest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honest 因为我比较真诚的去做earnest 就是得到earnest earnest e-s-t 这样的一个词叫做认真 所以学到了一个词 可能对大家来说这都不是新词 但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词 就是一个深词 我也就更确定我要去做那个backstage 上面那个audition 从中学习 希望大家都能得到一些启发就是学东西 只要坚持下去 还是能得到结果的 可能是一点点给你 但是一定会有坚持